而另外还要带你来直击 其实在之前康乌台风架来带的这个强风大雨 就已经重创了南投的信义乡 像是在东浦村的部分 在之前历经了土石流的危害 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海魁台风当中 下午又发生了土石流意外 阻断了东浦温泉的对外道路 幸好当地民众都已经提早撤离 而另外同富村跟神木村 同样也都位在土石流的高风险区域 村民也都协助在撤离到安全地点 土石泥沙宛如瀑布般 狭带大大小小的石块 高速倾斜而下 整条道路瞬间被土石淹没 海魁台风持续发威 雨势逐渐增强 南投信一乡东浦温泉的连外道路中断 里面大约还有五百多位居民 有民众想回家照顾小孩 却受困在半路上 幸好碰到施工中的怪兽冒险坐上挖斗 顺利渡河返家 今天跟昨天已经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撤离动作 所以目前没有什么游客在东浦温泉区 但是比较麻烦就是当地的整个的村民 对外交通会暂时的中断 新义相公所表示 新义前往东浦温泉区的头95线 从八月初的卡努台风过后 每逢大雨就会发生土石流淹没道路 因此现场早已派驻集聚待命 以集贪集清的方式抢修硬硬 因为我临着雨人上去看一下 有点很担心 担心下大雨 下大雨的话 那个土石流还会再下来 目前往来东浦的交通 因为土石流而中断 但大多数的游客已经确离下山 现在则会等雨时稍歇 再清理道路 期盼能竞速恢复通行 接着综合报道